接着我们要上个叫做海水所溶解的物质 要讲两个 一个是所溶解的眼泪 一个是所溶解的气体 溶解的气体不重要 我们讲废话 讲废话而已 但是溶解的眼泪比较重要一点点 海水的盐度大概是3.5% 还记得什么叫盐度吗 重量百分容度 前面讲过了 盐度大概是3.5%或者千分之35 你要比较小 所以用千分比来算 一般的眼泪 一般海水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海水的盐度 这个海水的盐类 溶解最多的是氯化钠 其次的是氯化酶 要背 我这里讲说 关系什么硫酸酶 硫酸钙 硫酸钾 这你通通不用背 你只要背 溶解最多叫做 氯化钠 其次的叫做 氯化美就可以了 你只要记得 最多次氯化钠 其次的时候 还有一个要背 如果有人去过海边玩 喝过海水就知道 海水喝点什么味道 咸咸还有苦苦的 为什么会咸 为什么会苦 氯化钠使它有咸味 氯化钠使它有苦味 氯化钠使它有咸味 氯化钠使它有苦味 因为这个上面有颜色的字都是重点 你要给我背好 上面有颜色黄色绿色的字都是重点 你要给我背好 海水融解眼泪最多的吃氯化钠 其次的吃氯化钠使它有咸味 氯化钠使它有苦味 因为我考试的题目啊 我比赛喜欢用表跟用诸来考 让你看诸看表知道谁第一位谁第二位 这样感觉比较有水准 不要直接考你 永远就都是神 就感觉比较水准太低了 还是你还是要背好 最多的氯化钠使它有氯化钠使它有骨味 然后有了盐巴之后会怎样 有了盐巴之后第一个是不容易结冰 海水有盐味之后比较不容易结冰 所以海水基本上不会冰透 不会整个海水都会什么 因为它上面的海水结冰会吐盐巴出来 所以是比较更险 更险就更不容易结冰 更不容易结冰 所以自然海水不会从海底结冰到海面 因为上面结块而已 但是会很险到没办法结冰 第一个会不容易结冰 第二个是李化老师有教你 李化老师教海水有盐巴之后密度会变大 所以怎样福利会增强嘛 同样说福利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越险福利就越大 所以呢这里就好闲 所以福利就好大 食海 这个道片是食海 你拥有的泡在食海中 很容易就浮起来 因为食海的盐度是一般开始的10倍 30% 所以福利很大 随便都会浮起 很难沉下去 很难沉下去 食海 这是食海 所以盐度很大 很难沉下去 好 有盐巴之后不容易结冰 有盐巴之后福利比较大 哪里的盐巴比较多 盐度会因为蒸发 会因为降水 因为这些东西 这看就知道 所以第一个叫做尝试 出海口的地方 出海口 河流出海口的地方 淡水跟咸水交会 所以那里的盐度 比海水淡 但是比淡水咸 借在中间 好 所以呢 比起海水来讲 因为有淡水 所以就比较不咸 但比起河水来讲 又有海水 就比较咸一点 下一个是我多讲的 结冰海水下面会更险 结冰海水下面会更险 要他跟你讲过了 海水结冰能够把盐巴 他怎样 吐出来 所以下面会变得更险 所以结冰海水下面会变得更险 下一个是我们考试常考 常询问的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赤道地区 日在产列 蒸发旺盛 所以海水最险 错 为什么错 因为赤道地区 蒸发很旺盛 对 但是它降水更旺盛 因此 降水比 那边还好说这边的比较怎样 淡 这边比较淡 哪边比较咸 附热带地区比较咸 因为这里的蒸发比降水多 比较比较咸多 所以考试问你 哪里比较咸 比较咸哪里 要咸附热带地区会比较咸 哪里比较咸 所以这次考试比较喜欢会问的 问你哪边会比较咸 不是赤道 赤道很热 赤道很丘 好像应该比较咸 但是它蒸发多 再降水更多 所以我考试喜欢考试 我喜欢考的考试 画一个蒸发曲线 画一个降水曲线 然后问你哪边最咸 要挑那个蒸发比降水多最多的 用上面最咸 这样还是一样 这样感觉比较有水准 但是你会感觉 比较没有水准 ok 这样子 这个怎么问 所以呢 岩柱会受这些影响 另外呢 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产岩 好 台湾 台湾的产岩地点在嘉南平原内 哪一个季节呢 台湾用什么方法产岩 日赛 日赛 我们因为伪度低 阳光够强 就不知道 你看那个伪来日冷台啊 日本人怎么弄盐巴 他 煮 那是煮 煮海水得盐巴 因为他们阳光不够强 所以你煮 要花财果 我们不用 你们直接赛就好 你们直接赛就好 那要日赛跟夏天比较好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台湾夏天 会有午后的一阵雨 会有台湾 站了半天 午后的那里 就吃了 就可以了 所以 不是夏天 是产岩地点 什么时候 冬天 为什么冬天 因为冬天干旱 我们在地理教过的 台湾南部有干季跟季 南冬天是干季 所以 台湾产岩的地点 加南平原 产岩的季节 冬季 为什么冬季 因为干旱 因为干旱 干旱 干旱 因为我们用的是日晒法 我们要有 不要有雨水的干扰 也有水干扰 OK 可以吗 有问题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那溶解的气力 就看看就好了 这不重要了 就讲两个 二氧化三个 叫做 氧 那两个要怎么用 呼吸作用 第二氧化三个 怎么用 光合作用 这很无聊 无聊 没有什么内容 这没什么内容 就是 呼吸作用 这边内容 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生物啊 我们都学过 这样就好了 养肺 又提供呼吸作用 那样的光合作用 所以 都是生命所必须的啊 你就巴巴巴巴巴巴巴 应该要研究下去 你们生存什么碳循环 氧循环 和氮循环 那个东西 OK 但是下一个东西 两个都考过 这两个都考过 当然第二个都考过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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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的海水 深存的海水 底下的海水 如果没有东西进来 它很快就会缺氧 因为上面有东西 吃翘翘 掉下来 分解要消耗氧气 所以如果你没有 新鲜的水流进来 它氧就快就会 消耗完毕了 所以它有新鲜的海流流进来 它才会有防止它的容量 因此 养鱼池 就会有个水车 在那搬啊搬啊搬啊 干嘛 就是把水搬上来 让它跟空气接触 然后增加它的容氧 所以呢 养鱼池由水车搬水面 让它把水搬上来 跟空气接触 增加容氧量 这个有人问过 下一个也有人问过 很简单 就是 就说好了 只要有污染 只要有污染 荣氧就会下降 下列迅速 何者正确 此处海水受到污染 荣氧量提高 错 只要有受到污染 荣氧量就会降低 污染很严重 两季就不够 鱼虾杯就会死翘翘 所以这些什么 这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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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人问过的 这两题都是有人问过的 一个叫做 翻水车的 一个叫做 污染的 容氧会降低的 看一下就可以了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请写课堂练习 谢谢 谢谢 谢谢